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解说一下今天的一个比赛 今天的一个比赛的话 雪山的皇宫单挑局很多 郭战番的话这一把打完 就算一把打完表弟的话 这一把打狗山的一个斯托宁好吧 狗山的斯托宁的话 两百万没有吧 就火哥那个说你有狗 狗山自己的这个斯托宁的话 大概是一百万吧 他自己直播的时候说一百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郭战番的话 就对待这个比赛比较认真了 变得是一个 一流差的一个卡片了 对面的话是变得一个巴蛇卡高级毒 对面的话我跟你说啊 就从对面为猴峰这把属性来看的话 这把PK斯托宁就输了 斯托宁如果这把能赢的话 要怎么能赢呢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斯托宁得出一个地厅 对吧 地厅的速度刚好比斯托宁本身要慢 比对面大弹官府要快 出一个卡速地厅 对吧 地厅一出斯托宁加敌 是一把关照万象 比赛结束 对不对 先行 冠战犯的话斯托宁的话 是点的一个那个击满啊 就是先行之后的话 保留的一个变身回 变身啊 就是说气血低于30%还是70% 应该是那个击满 就如果说斯托宁运气够好的话 就把把可以保留变身 也挺厉害啊 OK OK 变身破掉啊 变身破掉的话 那就等于说要变身 哎 就是哎 反育切得太高了 没有办法 反育太高了 兄弟们 切不太动啊 关照完天魔解体 天魔解体的话 是斯托宁的一个增加伤害的一个技能啊 就 就 暂停自身的一个反育力 极限提高伤害啊 就 等于说是那种 武功心法 武功秘笈 这边出隐身的宝 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武功心法 武功秘笈 连环机 连环机是没有用的 兄弟 关照翻天魔解体 加提器 一把连环机给对面带走 没有意义 就这个大弹官府啊 我跟你说 关照翻连环机 这个连环机的话 对面大弹官府不说四千的一个反育 最起码码三千八真的 三千五百反育 远起步 可能还有格胆装备 物理系打单挑的话 就真的 我觉得 没有门派能够打过大弹官府 就是物理之间 打单挑的话 比赛二十八回合 两边的话药品都吃的还可以 一个药品四千八 OK 这边出来一个归宿了 很懂啊 很懂自己要翘了 其实关照翻不出归宿也可以啊 因为关照翻本身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医术 所以说配出拉自己也是可以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 没有什么意义 拉起来的意义 不是特别大 因为斯多尼这个门派的话 是真的 就是一个操作难度极其简单的一个门派 没有什么套路 就是飞机 飞机 飞机 对不对 没有什么操作难度 比赛第三十三回合 对吧 关照翻的话前面的话 应该是把出水宝宝 把九转都用完了 用完九转这边的话 出来一个魔境激发 斯多尼的魔境激发的话 就肯定是没有法系的先进激发 还是看性那么好 因为这种物理系的孩子的话 加敏捷会加的多一点 法系本身速度慢了 敏捷加的多 你其他的属性就少了 我们看一下孩子能不能生 孩子能生的多也行啊 孩子生个两次 关照翻有机会我跟你说 好 年还机清宝宝的套路 关照翻很担心 OK 还好还好真的是最后一下 平坎出发吃血翻 看见这个孩子能神几次 你关照翻就是疯狂年还机了 其实可以起个战胜宝点啊 5.0元 你能不太动 OK 一把巨剑 还行 对面的话想法是一把巨剑 斩倒孩子 剑射死关照翻 大弹官府 好吧 找孩子跑了 没了 孩子跑了没了 关照翻没有这么多久转 比赛四十七回合 我反正想不到关照翻怎么赢了 关照翻应该九转打 打完了就要输了 哎 对面没有鬼眼啊 四四八回合 无敌兄弟 喜欢听炮哥解说的点个转机点个关注 下集我们再见